哈嘍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 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 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 由於楚軍七國聯軍戰敗 所以楚平王嚇得 乾淨請求這勇猛的南蛙成為另一 這南蛙一上任之後 他跟楚平王建議 大王 我們隱都太小 應該要建一座更大的城池 這樣比較容易防守 所以他在附近 重新新建了一座城池 仍然叫做隱都 而將遠先的隱都 改成為紀南城 另外再新建一座麥城 這樣三座城池 就像一個品質一樣 彼此可以互相協助攻守 大家都覺得 嗯 南蛙這想法非常的好 只有這神隱虛認為 這國家靠的是管理制度 以及大王的賢明 去搞這三座城池幹嘛 要是吳國真的要來 你十座城池也擋不住 這南蛙除了新建城池 並且怎麼樣 開始訓練楚國水軍 幾個月之後 他率領楚國水軍 大軍押緊 享受了下下的吳國 那吳國有在怕嗎 吳國根本沒在怕 他們馬上派出公子光前往應戰 不過等到公子光到的時候 南蛙已經班師回國了 不久之後 這楚國的中離城 與吳國邊界的人 因為養殘需要這商業 結果因為搶這商業 發生了爭執 這吳楚再度交戰 這一戰 公子光率領著吳軍 再度獲得勝利 並且攻下了楚國中離城 造成楚國的震動 這楚平王還因此嚇出病難了 經過這兩場大戰 吳子去向吳王寮建議 這楚國根本就是個空殼子 吳國可以出兵攻打楚國 一舉滅了他 吳王寮一聽 嗯 有道理 這楚國隨便打隨便贏 好 我曾經答應過你要幫你報仇 我會找人好好討論此事的 之後 吳王寮找這公子光 來討論攻打楚國一事 吳王寮跟公子光說 我要打算出兵攻打這楚國 公子光一聽到吳王寮這麼說 他說大王啊 這應該是吳子去接你這麼做的吧 吳王寮說 嘿 你很厲害哦 沒錯 就是他接我們出兵攻打楚國的 有這楚國的前大臣來做引導 看來這楚國可是指日可破了 公子光搖搖頭說 我看著吳子去相貌堂堂 談論起國事也是口頭是道 雖然說他是個人才 但我聽說他是為了報仇 才到我吳國來的不是嗎 吳王寮說 對啊 我跟你說 他爸跟他哥死的有夠慘的 別說這楚國是我們的敵國 就算是我們的盟國 你聽到他悲慘的遭遇 你也會想要幫他出兵報仇 公子光接著問 所以大王 你已經答應他要出兵報仇了嗎 吳王寮說 對啊 怎麼了 有什麼問題嗎 公子光說 大王 這吳子去報仇是私人恩怨 你仔細想一想 這麼多年來 我們跟楚國交戰多少次 我們真的有蛋到便宜的有多少次 你答應我只需要出兵 就算是我們出兵贏了 那不過是幫他報了私院 那要是不小心輸了呢 這臉不就丟大了嗎 你真的要拿無國百姓的生命去幫他 吳王寮一聽 欸 你這麼說好像也有點道理 畢竟這楚國又不是豆腐做的 怎麼可能一打就爛呢 要是真的打不下來 啊不就真的成為天下的笑柄呢 呃 這個找楚國報仇的事 我看還是得從長記憶齁 後來 吳子去聽到了公子光去嚼舌根的事 他知道 這吳王寮應該是不會幫他報仇的 所幸他也不讓吳王寮難做人 他自己呢 吃掉了這個大夫的職位 而公子光在聽到吳子去吃掉大夫的工作之後呢 他在加把勁跟吳王寮說 大王 我看這吳子去呢 恐怕是在埋怨你出爾反爾吧 像這樣的人不用也罷 吳王寮想想 嗯 你說的有道理 這種就隨他去吧 欸 不對不對 嗯 哪裡不對啊 這吳王寮說啊 怎麼說吳子溪也小有名氣啊 要是他來我吳國 卻被我趕走這消息傳出去 這對我吳國將來要照顧人才 恐怕會有影響 我看 我就先送他一塊地 讓他有地方可以落腳 免得外人說閒話 公子光點點頭 嗯 他也贊成這個做法 那吳子去會怎麼想呢 吳子去心裡想 看來跟鑽豬說的一樣 這公子光才是快料 而且他看得出來 這公子光呢 並不願意屈居於吳王寮之下 所以將來想要報仇 還是得靠這公子光來幫忙 不過這事也不急啊 公子光既然敢在吳王面前給我穿小鞋 他一定會來找我 我就在家等他吧 吳子去沒有猜錯 這公子光很快就來找他 公子光帶著食物跟衣服 私底下來接著吳子去 再聊了一會兒之後 他知道吳子去的確是有才幹的 嗯真是太好了 啊對了 人家說英雄是英雄 這吳子去會不會也認得一些有用之人 於是他打開天窗說亮話 他問吳子去 我想殺了吳王寮自立為王 先生 你在吳國有沒有認識的何事人選 吳子去說 多的我不敢說 不過呢我倒是認得一位勇士 他的名字叫做鑽豬 是我的結拜兄弟 要不這樣我叫他過來讓你瞧一瞧你就知道 公子光一聽 欸不行不行 我竟然想要請鑽豬幫忙 要他過來這樣也太不禮貌 吳子去說 嗯好這樣吧 你有車嘛 我幫你帶路 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我這個兄弟 公子光一聽 啊開心啊 趕緊命人駕車 在這吳子去呢 跟他自己前往去見這鑽豬 來到這鑽豬這邊呢 他看到這鑽豬正在殺豬 這吳子去圓圓的大叫 鑽豬是我啊 你大哥吳子去啊 我帶一個人來見你啊 鑽豬一聽 啊大哥來了 他趕緊放下手中的圖刀 去見這吳子去啊 吳子去跟他介紹 這位呢就是吳國的公子光啊 我跟他說啊 你神勇無敵 所以呢他想要當面來見你這位英雄啊 鑽豬一聽 哎呀 我只是個村夫野人 怎麼好意思 要公子光您親自大家光臨啊 真是抱歉啊 這公子光在一番寒暄之後呢 找了個地方 與吳子去跟鑽豬坐下來 他把身旁的人先全部都支開 然後小聲的對鑽豬說 我想要除掉現任的吳王寮 鑽豬一聽他嚇了一大跳 啊 這吳王寮的王位是繼承他爸爸的 可以說是名正言順的 加上又是你的親戚 你為什麼要對他下毒手啊 公子光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實當初我祖父的意思呢 是要將這王位傳給我的叔叔記咋 但是記咋不願意當吳王啊 所以這位置呢 應該由老大租凡的兒子 也就是我來繼承 但是這寮呢 不願意遵照這個制度呢 他卻自立為王 說實話 真正創業的人是他啊 鑽豬說 難道不能跟他說出道理嗎 一定得痛下殺手嗎 公子光接著說 要是道理可以講 誰會想動手殺自家親人啊 就是道理沒有辦法跟他說啊 寮這個人啊 貪心又心狠手了啊 我怕的是啊 這道理還沒說完 我就已經被他給嚇毒手了 鑽豬聽完點點頭說 嗯 也是啊 這種事 應該不用人家跟他說也會知道的 既然他已經決定要搶這王位 他就一定不會聽別人說的 接著 鑽豬告訴公子光說 不過殺物忘料這件事 目前我幫不上你啊 因為我家中還有一位老母親 需要我去奉養 我這一去 凶多吉少 我母親就沒人可以照顧了 公子光說 我知道你非常孝順 但這件事沒有你辦不成的 這樣吧 我答應你 要是能成功 我會對待你的母親 像對待自己的母親一樣 這樣 你就不用擔心沒有人替你進孝道了 鑽豬聽完之後 陷入長長的苦思 最後 他決定了 決定幫助這公子光 除了不講義氣 硬講位置的無忘料啊 鑽豬告訴公子光說 刺殺無忘料這件事 若想要一舉成功 一定事先要有精密的計劃跟布局啊 想要殺無忘料就必須接近他 想要接近他 就必須投其所好 我問你 這無忘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喜好啊 公子光想一想 有 他愛美食 鑽豬再接著問 哪一種美食 公子光回答道 烤魚 這無忘料 最喜歡吃的就是烤魚啊 鑽豬點了點頭之後說 好 那我先離開了 這公子光被這突如其他舉動嚇一跳 他問鑽豬 你要去哪 鑽豬說 我先去學烤魚啊 學成之後 我會去找你的 三個月之後 鑽豬學成這烤魚 他與吳子虛一同前來找這公子光啊 公子光看到他們兩個非常開心 不過 還有個問題啊 那就是 要怎麼動手 還有什麼時候動手啊 他問吳子虛 這件事 你有什麼想法 吳子虛回答公子光說 這紅狐之所以難抓 就是因為他有翅膀 先打個岔 什麼是紅狐啊 這紅啊 就是大燕子 狐啊 就是天鵝 所以紅狐就是什麼 就是很大的鳥啦 吳子虛說 這紅狐之所以難抓 就是因為他有翅膀 若是能先剪除他的羽翼 就是他的翅膀 那要抓這隻紅狐啊 並不是難事 那誰是吳王寮的羽翼呢 吳子虛接著說啊 這公子慶濟 有萬夫莫迪之勇 他每天都在這吳王寮的身邊 加上這眼魚跟竹庸 手握兵權 這三人不處 你是很難以得手的 就算是僥倖成功 接下來也不一定能做人這王位 公子光點點頭說 嗯有道理 那你們先回去吧 等到有機會 我再派人去請你們過來 不然你們倆在這 恐怕會引人注目反而不好 吳子虛專注點點頭後 然後告辭離開 不過吳子虛沒有想到的是 他還沒有等到公子光的通知 就先等到這楚平王過世的消息 前面說過吧 楚國與吳國連戰接敗之後 這楚平王就嚇到生病了 這楚平王死之前呢 將這令以南瓦及王子生找過來 他告訴他們倆 我要將這王位傳給這王子整 以後你們好好地輔助他知道嗎 說完 這楚平王閉上雙眼去見祖先啦 那他們有聽過楚平王的話嗎 聽到我會這麼問就知道 一定又有人在搞怪啦 沒錯 這南瓦下去之後 認為這王子整的媽媽 原先是太子見的老婆 加上這王子整年紀這麼小 若是讓他當上國軍 這對楚國並不好 所以他打算不要聽楚平王的意見 他跟底下大臣戲碗說 我看這王子生啊 也就是這紫西啊 比較適合接任這王位 要不這樣 你去探探紫西的口風 看看他怎麼說啊 戲碗領命之後來見這紫西 但沒想到 卻被紫西給罵了一頓 紫西告訴他 你們這麼做 不是等於告訴我楚國人民 我爸楚平王亂倫 所以他小孩不配當王嗎 不行 這點我不同意 而且太子的母親是秦國人 你們打算得罪秦國嗎 一句話 大王臨終前怎麼交代就怎麼辦 誰敢抗命我就殺誰 南瓦在聽到戲碗 轉述這紫西的回覆 他想 嗚 這聽起來不像是說說而已 他搞不好真的會動手殺人 算算 有王位給他不要 是他自己不施台局 我們也不要躺這洪水好了 就是這樣 王子整幾位 四位楚昭王 楚昭王上任之後呢 依舊讓南瓦出了另一個職位 並且中了他的老師 肺無忌 與南瓦共同執政 哇 這楚昭王一走了之啊 最傷心的人是誰啊 這最傷心的人 竟然是這吳子序耶 他自從聽到楚昭王的死訊之後 他難過了一整天 這一旁的公子光覺得很怪 啊 你的仇人都死了 應該要開心啊 怎麼會這麼傷心難過呢 吳子序說 我難過的是 他這一死 我就不能親手為我爸跟我哥報仇 看掉他腦袋啊 哦 真是人各有別後 有的人在乎過程 有的人在乎結果 吳子序心裡想 這楚昭王就這樣死了 要是在家一天過一天 搞不好 連廢武器也會老死病死 這可不行 他一定要親手殺這幫人 才算是報仇 就這樣 他翻來覆去的想了三天三夜 終於 他想到了辦法了 他跟公子光說 公子啊 你想要行大事 有找到機會嗎 公子光說 嗯 我每天都在想 可惜 一直找不到機會啊 吳子序說 沒機會 就創造機會啊 我已經想到一個好方法 公子光一聽 哦 你有什麼好方法嗎 吳子序接著說 你看 這楚王不是剛剛死嗎 你可以跟吳王廖說 現在正是出兵 偷襲楚國的好時機啊 公子光一聽 不對啊 要是吳王派我親征 那我要怎麼行大事啊 吳子序說 裝病啊公子 你可以先假裝摔傷的腳 那這樣 吳王廖還會派你出征嗎 公子光一聽 對齁 裝病 裝傷 這是個好方法 欸 不對不對 還有眼魚跟竹庸以及公子 親征這幫人啊 要是他們不離開 我也沒辦法下手啊 吳子序說 這也簡單啊 你可以向吳王推薦 讓眼魚竹庸率軍去討伐楚國啊 至於這慶祭呢 則可以派他去出使政國及衛國 讓他去邀請這兩國共同出兵討伐楚國 你說這方法可行嗎 公子光一聽 嘿 有道理耶 這吳王廖一定會中計的 隔天呢 公子光趕緊按照吳子序的建議去見這吳王 並且向吳王說明了討伐楚國這件事 果然 吳王想要派他出征啊 他跟吳王說 我想去啊 可惜腳受傷啊 沒辦法 這吳王接著問 那該派誰去呢 公子光說 這件事很重要 一定得派個信得過的人去 吳王一聽 要派信得過的人啊 嗯 那就派眼魚跟祖庸領軍你看怎麼樣 公子光一聽 嗯 我覺得派他們兩個出去很合適 公子光接著跟吳王聊說 大王啊 過去禁楚爭霸 我們不過是個小跟班啊 先你看這禁國衰落 而這楚國又被我們擊敗多次 我看啊 這霸主很快就要輪到我們吳國來當啊 要不要 你派慶祭呢 去邀請正國跟魏國兩國一同出兵作戰 並且呢 請叔叔記者 去打聽一下祭國的動靜 而大王你呢 則可以親日在吳國率領水軍作為後援 你覺得怎麼樣 吳王聊一聽 嘿 有理哦 我吳國最近連勝楚國 可是有成為霸主條件的人耶 好 就按照你的建議去進行吧 這公子光沒想到 事情進行得這麼順利啊 不過 就在這時候 吳王聊又說話了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蛤 什麼事啊 這吳王聊接著說啊 我看這禁忌啊 還是暫時留在我身邊保護我好了 公子光一聽 他心裡想 可惡啊 差點就全部成功了 不過至少三個人已經掉離兩個了 這樣就大有機會啊 回去之後 公子光與吳子序說明今天計劃執行的狀況 他認為 是時候可以讓專注上場啊 但吳子序卻跟公子光說 還不行 這禁忌有萬夫莫提之勇 要是你想確定一次就能成功 那就必須想辦法把這禁忌給掉開 公子光問 那你有辦法嗎 吳子序說 我沒有 但 楚國會有的 楚國的將軍 神已虛呢 並不是泛泛之輩 眼魚竹庸一定無法戰勝 到時候一定會請求支援的 這時 公子您可以再提 讓這禁忌出使政衛兩國去調兵的事情 我想到時候一定馬到成功的 公子光點點頭說 好 就聽你的 我們等 果然 如吳子序所料 眼魚竹庸帶領兩萬將士分水陸兩軍出發 他們去攻打這楚國淺這個地方 但戰況不離預期 因為楚國潛役的首將自知不敵 所以堅守不足 並且派人備奔 向新上任的楚昭王請求援助 這楚國軍臣一聽到 什麼 吳國又大舉進攻我楚國啊 這一時之間 把大家嚇得慌亂的手腳 還好 有著仔細作證 他跟楚昭王說 大王 吳國趁我們辦喪事來偷襲我們 要是我們不出兵引敵的話 他會把我們當作是軟柿子 以後三天兩頭就來找我們楚國麻煩 所以啊 我建議我們出兵了 迎戰這無國 楚昭王一聽 迎戰啊 那要派誰呢 仔細跟他說 大王子別擔心吧 我們可以先派神隱居 引陸軍一萬 正面迎戰楚軍 另外派信腕 帶領水軍一萬 順江而下 繞叨到無軍後面 一旦斷了無軍的後路 形成褒夾 這無軍 將會變成亡中之鞭 抓到他們主將 只是實踐的問題了 楚昭王一聽 哦 這樣就行啊 哇那太好了 就按照你的所有方法去進行吧 於是 他們的神隱居 以及戲碗 分水陸兩軍出發 迎戰無國 而無軍這邊呢 見到楚國援軍過來 演於竹庸 趕緊將軍的一分為二 一半繼續攻城 另外一半呢 則是對抗楚國援軍啊 不過這神隱居並不笨啊 這戲碗還沒到啊 在沒有行程對你無軍包夾之前 他才不會跟你無軍正面交鋒 他先是叫士兵呢 築起這圍欄 然後怎麼樣 斷了無軍取水跟取木材的道路 接著呢 他要做就是等 等戲碗的水軍前來 一起對這無軍展開包圍啊 沒多久 戲碗的水軍終於一趕到啊 這是演藝局竹庸才發現 慘 被包圍啊 這可不行啊 所以兩人趕緊派人回無國 向無王討救兵啊 這無王寮一定不會吧 怎麼戰士會這麼吃緊啊 啊之前不是都很順利嗎 這下該如何是好呢 一旁的公子王手大王 我之前建議讓慶祭去聯合 正位兩國軍隊共同出兵罰處 就是考慮到 可能會有今天這個狀況啊 不過沒關係 現在去還不時啊 我建議呢 趕緊派著慶祭去向這正位兩國調兵 您看如何啊 這時候的無王寮 已經急得如熱鍋上螞蟻 還有辦法好好思考啊 當然沒辦法 而且表面上聽起來公子王的說法 也的確有幾分道理啊 所以最後他決定啊 按照公子王的建議 派出慶祭出使 要先解決眼下 眼魚跟竹庸被储君包圍的問題啊 終於啊 所有的人都離開無王寮了啦 公子王 終於可以展開下一步的行動啊 他回去找這無子慶 討論下一步的行動 無子慶問公子光 公子 聽說你有把寶劍對吧 我想要為專注 準備這把鋒利的寶劍 公子王說 嗯有的 之前岳王允長 曾經找駐劍名將歐爺子 製作五把鳴劍 而其中有三把他送給我們五國 第一把叫做戰爐 第二把叫做聖邪 又有一種說法叫做盤隱 第三把叫做漁長 而這漁長劍呢 其實是一把匕首 什麼是匕首啊 匕首就是啊 比較短的刀或是劍啊 這公子王接著說 這把漁長劍呢 雖然短 但是卻削鐵如泥 我爸送給我之後 圍著很寶貝他 把他放在床頭 一被不死之虛啊 誒 不說這麼多了 我拿過來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吳子旭接過這漁長劍一看了 並且稍微射了一下 他驚訝的嚇到 哇 果然是把寶劍啊 公子王說 還不只這樣了 這把劍啊 這幾天晚上啊 竟然會自己發光 難道這把劍有靈氣 知道自己 將要殺了一位武王嗎 吳子旭點了點頭後 他跟公子王兩個人 拿著這漁長劍去見這專注啊 專注一看到魚長劍 他知道 時候好了 他跟公子王說 公子啊 我這一句呢 就不會回來啦 你可以讓我 心跟我媽媽說句話嗎 公子王跟吳子旭都點了點頭 說應該啦 專注回到家後 見到他母親 但是 他不知道怎麼開口 跟他媽媽說這件事 猶豫不決他 竟然流下了眼淚 他媽媽看到專注的樣子 他跟專注說 從來沒看過你流眼淚 是不是公子王找你做什麼事情很困難 專注點點頭 他媽媽接著說 我們家受公子王的恩惠很大 你要報答人家 至於我這邊 你不用擔心吧 你去做你該做的事就好了 要是成功 你一定可以流明歷史的 這樣 身為母親的我 也餘有榮焉 去吧 別擔心我了 專注哪有可能不擔心他媽媽啊 他抱著他媽媽痛哭啊 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該去還是不該去啊 這時候他媽媽說啊 專注啊 你知道我最喜歡喝清澈的泉水啊 只是不知道以後還沒有機會再喝到啊 你現在可以幫媽媽拿一點來給我喝好嗎 專注一聽 好好 然後呢 他趕緊去取這泉水 回家之後 專注一看 誒 媽咧 他問他老婆說 誒你有看到媽媽嗎 他老婆說 你剛剛跟媽媽講完話之後 媽媽說他有點累 想回房間先休息啊 專注一聽 不對 他趕緊衝進他媽媽的房間啊 結果一看 他媽媽已經上吊致敬了 專注知道 他媽媽是為了成全他的犧牲的 這讓他更加難過了 他抱著他母親的尸體哭了很久 最後 他好好地安葬了他母親之後 準備去見公子光啊 臨行之前 他老婆問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專注只是簡單地說 公子光有事找我幫忙 你別擔心嘛 這件事若是辦成功 你跟我們小孩都將榮華富貴 你就在家等消息吧 哦 這話聽起來很怪 因為有榮華富貴的 並不包含他自己 那他老婆能多說什麼嗎 以前古代女生沒有發言權 也只好讓專注去 專注見到公子光之後 說明自己母親自殺的事 他已經沒有任何後顧之憂了 公子光一聽 不會吧 老夫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專注說 不談我媽了 我們來討論這件事該如何進行吧 我的想法是 要將吳王寮引到你這 這樣才好下手 公子光點點頭 隔天 他去告訴吳王寮 他新請了一個廚師 非常會烤魚 而且烤魚的手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非常好吃 要是有空的話呢 可以請吳王寮到他那邊嘗嘗 這吳王寮本來就愛吃烤魚嘛 一聽到公子光這麼說 哇 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他跟公子光說 那要不就明天吧 明天我就到你家去嘗嘗 公子光一看 行了 明天 就是你的時期了 回去之後呢 他趕緊將這件事 告訴吳子徐跟專注 要他們預先做好準備 另外 他還準備了一百名史事 由吳子徐率領 預先埋伏好 隨時準備接應專注 這一場四軍奪位的大戲 即將登場了 公子光能成功的除掉吳王寮嗎 而這專注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來刺殺這吳王寮呢 他會成功嗎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嘍 好啦 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東東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 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 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 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 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